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早上呢 我会放生一条蛇了 其实呢昨天我刚刚抓了一条蛇 因为原本是以为它是毒蛇 所以已经抓捕它 然后今天呢我决定把它放回 原来的它隐蔽的地方 因为这条蛇呢就是我已经发现了很长时间 昨天我老妈正在睡觉的时候突然被它惊醒 因为它追了一只老鼠 追了一只老鼠 所以今天呢我就是会把它放出来 原本哈它就是 跑到 从这边 然后去跟踪 那个老鼠 今天我要放回里面 我先称一下看它的重量多少 以后如果找到的话 看它的重量会不会更大 好 昨天我又看到一些老鼠 所以今天又把它放回原来的 让它可以去追 好 我看 大概也差不多六百颗 如果加起来然后除掉这个 袋子的话大概五百颗 五百颗 现在哈我就是会把它 其实这种蛇它没有毒 它没有毒 可是它很松很松嘛 不小心它又会咬你 昨天我抓它的时候又已经被咬了 好 看呢 我看 我看 你怎么会咬我来 呀 要是会 放到 这里面来哈 这个地方原本是 它隐蔽的地方 里面 里面 其实上次 其实上次 也发现了 一条哈 有毒的 这次又把它放 放回这个地方 那希望说它会继续抓老鼠 希望这次不会被它咬了 昨天 也不小心 我现在哈 又把它 让它慢慢的爬出来 我会动一动 让它自己爬哈 好 它好像开始爬了哈 它的头好像跑到上面了 它 它是很小的 是 它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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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现在已经把它放松了 你拿着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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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,让它继续抓老鼠 其实在我们的果园里面 有两个没有毒的食 肚子 肚子是黄黄的 然后专门抓那些青蛙 昨天,它是跑在沙发里面 因为沙发里面是包皮 这个皮有个洞,它跑到里面 今天我的视频就先分享到时而已 再见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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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